中國的外交官 居然對來的抗議民眾比中止 還罵髒話 外交官的水準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這個中國老百姓說 我們覺得好丟臉 真的這麼覺得嗎 中國高官就這不得心 就問一下敏寬 中國高官向來都貪婪又淫晦 先跟各位說 妙小 妖風大 雌小 烏龜多 如果說高官 他錢很多 女人很多 我們也就認了 今天這個官 先跟各位談 真的是連芝麻大的官都不是 連區長都沒有 張學忠 這個官 先跟各位說 他是多小的官 他是區裡面的健康跟體育書記 連區長都沒有 張學忠 這個官 先跟各位說 他是多小的官 他是區裡面的健康跟體育書記 那區 先跟各位說多小 三七省太原市的小店區 還不是區長喔 他只有管健康跟體育 這個男人真的神了 為什麼呢 第一個 他包養了多名的正妹 然後包養多名正妹 也不知道說 他對自己哪裡來的自信 肚子這麼大 一坑居然還可以全裸入境 好不舒服 那我們就把他打了馬賽克 那我們說大官 我們也就認了 各位小小的芝麻官 不但出軌 而且還貪財 為什麼呢 因為是小三去舉報 小三舉報 小三舉報完之後呢 因為小三氣嘛 小三後面有小四 小四後面有小五嘛 那就一個拖一個 那一個拖一個完之後呢 一去抓 家裡面 欸奇怪了 你這個小小區的小官 居然家裡面有百萬人民幣 那代表你不敢放銀行嘛 那你不敢放銀行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錢呢 所以先跟各位說 真的是妙小妖風大 連區長都不是喔 先跟各位說包養正妹 家裡面還有現金 好 我們現在鏡頭 馬上來到山東 山東最近出現一件事情 真怪 這件事情是什麼呢 居然呢 他們說什麼根據網友目睹 根本根本沒有 我們直接給你看袋子 就兩臺車直接追喔 那追完之後呢 前面那臺車一停下來之後 後面這個女生先跟各位說 真狠 棍子一抄 過去 噹噹噹 先打 打之後那個女的想跑 你知道嗎 這個女生旁邊還有一個男的 據說這個男的是他爸爸 這個是他爸爸四十七歲喔 過去 一過去 把這個女的抓起來 一甩 甩到後面這臺車 然後後面先跟各位說 我要開始了 直接開始棍子就一直貓 一直打 一直貓 一直打 打到後面看不下去了 為什麼先跟各位說 中國大陸這種打家的騙子特別怪 旁邊滿滿都是人 所以我們這樣看呢 是那種原始鏡頭 對不對 旁邊都是人 然後後面警察有說 警察說我們不確定他是小三 但重點是前面這臺車 是後面這個女人的老公的 所以重點是什麼呢 正攻打小三 然後正攻打小三的時候呢 還帶著爸爸去 所以爸爸才會那麼生氣的 把他抓起來往外一摔 但先跟各位說打二十六下 真的是有點多 這是有操棍子 好 大陸人他們的女生 即使之間打架 他們叫什麼你知道嗎 他們叫薅頭髮 那為什麼薅頭髮呢 女生頭髮比較長嘛 我們來看一個薅頭髮的一個事件 安徽有個奧迪南 這個奧迪南帶著小三 結果這個帶著小三 居然給正攻給抓到了 這個正攻二話不說 但我看這場看這個帶子 我覺得最好笑的 不是正攻跟小三的決戰 我覺得是旁邊那些圍觀的人 要不要帶個小板凳 因為人真的太多了 你知道嗎 鏡頭都看不清楚 然後重點是那個男的呢 看到正攻來了 惡話不說 你知道他幹嘛 然後重點是那個男的呢 看到正攻來了 惡話不說 你知道他幹嘛 你知道嗎 跑 汽車落跑不會吧 他就說哎呦 正攻來了 跑啊 所以正攻就跑掉了 然後跑掉完之後呢 正攻跟小三就決戰了 決戰之後呢 就在車裡面先護鞦 然後呢 薅頭髮 薅完頭髮之後呢 後面兩個人出來之後呢 就給看到那個小三 真的 大概也被打淚了 等等的 他就說 怎麼突然這種奇怪的情形 先跟各位說 這個是安徽奧迪南 這個 他就先跑掉了 好 再換另外一個場景 這個場景先跟各位說 更神了 桌間在床 中國怎麼重視這麼多啊 桌間在床 然後重點是呢 這個女生呢 穿水手服的是女生 然後呢 這個男的呢 旁邊只有穿一件小三角褲 然後重點是呢 他的小三就在旁邊 然後就在旁邊的時候 這個男的呢 聽 先跟各位說 算有硬氣 但被打得很慘 女方應該是正攻 帶著親友團在後面 然後後面就很多人講話 對不對 然後那個男的 竟然說什麼呢 你們打我可以 不要打我小三 打我小三 我跟你拼了 然後他老婆就 啪 啪 一直塞他耳光哦 然後他也沒還手 他也沒還手 但是他跟後面的親友團 還嗆嗆哦 你們打我可以 打小三我就跟你拼了 然後那女的就一直打 一直打 對不對 打到後面歪柔了 為什麼歪柔了呢 新跟各位說 很多的網友看了這個帶子之後 就說 哎呀這個小三身材可真好啊 怎麼皮膚這麼細啊 這個腿也真是太滑了 還有一個 整個網友說什麼呢 哎呀這個真的濕滑了 我連我都忍不住了 我們來看一下帶子 你不是沒有李過琳結婚症啊 你有什麼事 你來找我講話 幫你有用嗎 幫你有用嗎 我刮猛是不是 我們好好說好不好 好好說 你 你 你說什麼 你好好說啊 你 你 你 幹嘛 你 你有什麼必要打 我為什麼沒有打 我好朋友啊 你也說我好朋友 你家 又又請你看這個大腿還濕滑嗎 應該算還行啊 你別問我呀 我真的別問你 我尷尬 所有的網友都說 這個大腿很好看 好這種小三的事情 我們就不要再提了 不要再去管那個大腿的事了 來看這個最美景花 這個最美的景花名字叫張金玉 在北京 先跟各位說 人真是漂亮 是真漂亮 好美喔 所以中國很多警察官方的事 都由他來做代言 然後想不到 居然傳出了不雅的一個影片 那傳出來不雅影片的時候 我先跟各位說 我個人是道德委員 所以這種片子我是不看的 但製作人特別跟我說 你要去看一下 你還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被人家下毒嗎 後面我仔細的把他給看完之後 先跟各位說 總共有七段 確定不是下毒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個女生就一直跟那個男生說 你知道嗎 我是大老虎啊 你是小白兔啊 你要讓我給吃掉了 然後後面還說什麼呢 我都不知道我喝了酒 會變成這個樣子啊 結果慘了 什麼說 原來先跟各位說 這位張警官的那個不亞騙的對方 那是一個新人員車的女性高管 然後這個姓呂 雙口呂這個呂 呂姓高管 有老婆啊 那這個有老婆呢 為什麼這事情後面越拉越大 你知道嗎 因為這件事情 第一個在北京 這家新人員車很出名 這位女性高 呂姓的高管 在北京也很出名 重點是片子的外面 他們直接外面 玻璃窗簾沒有拉 後面玻璃是什麼你知道嗎 北京大褲叉 就是北京的央視大樓 北京的央視大樓 所以那是在非常高級的飯店裡面 那是在北京遭陽區 非常好的一個飯店 所以先說 另一有一派的說法說被下藥 對不對 應該不是下藥 但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這個男的流出來的 這個男的先跟各位說 自己家裡面有正宫 對不對 不小心跟這個全國最美的錦花 拍了片子 不流出來 他難過 這個男人真的太糟糕了 愛炫耀 真的是愛炫耀 但是這件事情 片子現在已經找掉了 已經全部都抄掉了 都都找不到了 但最美景花現在默默上班 但是現在可能會盡量減少出鏡 OK 之前就一直找他拍片子